郭台銘 倒下 郭台銘 倒下 郭台銘比愛心 撩選民為了拼國民黨初選 狠砸1億元 雖然最終宣告失敗 但16號鴻海股價笑開懷 重回80元大關 收復均線 逆勢上揚2.43% 創下近兩個月新高水準 對照4月17號宣布參選 鴻海股價從高點91.8元 最低一度達到71元 國民看來還是希望郭董回歸企業經營 阿土伯溫情喊話要郭董快回來 郭台銘也有動作 6月再加碼買進鴻海股票550張 以鴻海6月最後一個交易日 收盤價77.4元來看 總市值大約4257萬元 也就是說郭董連8個月買進4萬張 投入金額將近30億元 其實鴻海在當初減之兩成 郭董已經取回很多現金了 那他現階段像以今天的一個 鴻海股價拉升到80塊 他的一個帳面上 他已經回升了將近30億 鴻海帶頭衝 鴻家軍台陽光域也跟著走陽 整個營收的一個溢柱 才能夠有效的一個上攻 不然的話他的一個殼 我是覺得太大了啦 那所以說依照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鴻海它是一個 內憂外患的一個情況 所以說應該買氣方面 應該更加加溫以下會比較好 如今郭台銘透過幕僚強調 脫檔參選只是假議題 從沒考慮過 就怕股價彈花一現 空環洗衣場 東森台經新聞總和報導